公路在主場迎戰尼克 NBA技中錦標賽的八強淘汰賽 一開賽 字母哥主攻進區 跟隊友的配合合作無間 Chris Middleton和Bruth Lopez 都傳出助攻 而字母哥自己往裡面切 用腳步過掉對手也沒有問題 開賽前六分鐘 字母哥就攻下十分 公路上半場外線準投就很好 十七投十二中 特別是AJ Green首節替補 標進三季三分球 第二節則是小李 Damián Lillard發威 三投三中 幫助他們有效 維持得分效率 反觀尼克上半場外線 僅十投三中 但他們主打進區攻勢 和轉換快攻 上半場 他們進區得分三十六 比二十六 有十分的優勢 加上罰球次數多 十八罰十七中 因此能跟公路隊相抗衡 毅然之前 雙方完全是神仙 打架的超級進攻大戰 尼克上半場就讓公路得到 他們半季半場掉最多分的七十五分 而尼克自己也攻下七十二分 雙方半場命中率都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七以上 其中 Julius Randall一個人拿二十五分 全場最高 下半場一開始 字母哥又施展破壞力 抄球之後的快攻得分 踩出巨大步伐 得分無人能擋 此外公路外線手感持續發燙 而字母哥跟Middleton的空中接力亞連物 配合灌籃 幫助公路拉開當時全場最大領先 十三分 第四節之初 尼克憑藉外線投射 還有防守端給予公路足夠的壓力 是打了一波七比零的反擊 但公路暫停之後 攻防兩端都回到狀況內 又把領先幅度要了回來 第四節中間階段 Cameron Payne的三分球 將分差拉開到二十分之後 為比賽勝負定調 中場公路一百四十六比一百二十二 擊敗尼克將挺進 季中錦標賽的四強戰 跟溜馬力拚冠軍賽門票 今天尼克Jules Randall 狂砍個人本季最高的四十一分 但尼克防守守不住公路 球隊還是輸球 公路方面字母哥腳三十五分 八籃板十助攻的準大三元 小李Liller能理能外 也有二十八分進帳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ity Social